很多人都說台灣的東西好吃 也很多人說台灣的風光很美 台灣的人情味很好 更多人說台灣的女孩最溫柔 今天介紹這兩位呢 都是無意接來到台灣 但是呢 就留下來了 是什麼人把她留下來了 成了台灣女婿呢 讓我們來歡迎這兩位 夏克麗 夏克麗 好 一個來自加拿大 對 一個來自日本 一個很早來 他來了1986年就來了 25年 25年 很久耶 多我10年 多你10年 你是96年 96年 這兩個人呢 一個是從事電視工作的 所以來做一些紀錄片 做的做的就不回去了 對 不能離開了 不能離開了 那你是來馬尖醫院 對… 吃磨 做牙齒的模型 做牙齒的模型 對 就做到今天 全台灣至少有兩萬個人的 假牙是他做的 兩位這個 來自不同的這個地方的男生 他無意之間都 娶了台灣的女孩做老婆 幸福嗎 幸福 有小孩子更幸福 有小孩更幸福 對 幸福跟累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累 兩個都累了 很累啊 很累 黃佳謙很讓人累的 累… 我沒有在說小孩子 小孩子還好 小孩子還好 因為黃佳謙 我們跟她一起錄影啊 以前她當歌手的時候 她來我們都很累 她是一個很可愛 但是令人很累的女孩 沒錯 沒錯 說得很對喔 說得很對喔 好 賴上先生 我剛剛一直問她 你的名字應該是怎麼念 賴上 賴上 是我姓 姓 甘就是我名字 名字 對 那日文怎麼講 賴上的部分是 賴上 然後甘的部分是念 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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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台灣朋友是 擠不擠來 然後最後就是他們叫我是 賴上先生 賴上先生 賴上先生那句很有意思 從摩斯變成主持人 那妳在台灣這麼多年 最喜歡什麼地方 台灣太多有趣的地方 很有趣 我剛來的時候我很喜歡就是 我去摩斯 賴上先生聽到這句話 他一定覺得說 我年輕的時候也是喜歡 騎摩托車 進行 最多 最多只有擁有14代 在聽不消 對 我一個人騎14代 不是收集 就是媽媽 我買的東西是捨不得賣掉丟掉 你跟他有感情是不是 對… 一個人要有14代 對 那是我自己買14代 後來最後最後是附近的人是覺得 哪一家是不是有收那種大型垃圾的 我有一天早上一起來都會大小型 都不難擠的摩托車丟在我們家門口 越來越多… 賴上先生其實很有意思 來了台灣以後也… 姻緣季或者就當上了主持 其實他們兩位呢 這個在台灣真正留下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女人 現在是… 可是男子太之前 男子太之前就是為了台灣 就是真的為了台灣 因為我會去做工作是什麼東西 就會很想念台灣 台灣人台灣 因為真的是台灣是一個小島 然後對外國人來說 台灣人對外國人非常的熱情 對 沒有錯 我們對外國人非常熱情 非常熱情 台灣人沒有對台灣人那麼好 只有黃佳天對你熱情 不是啦 路上的台灣人就會過來跟你講話 或是跟你說 我有過過年在台灣之前的 不認識人家 朋友都不在 我走路在路上 人家就請我進來 要不要進來吃飯啊 你過年在做什麼 我說沒有 蛤 你進來吃飯啊 台灣人這外國人是不是超級熱情 而且我也是 剛來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有打招呼的一個棒 叫賈爸 賈爸 對 我真的是不知道 那時候說還沒 那大家一起吃飯 其實他那個只是客氣話啦 你就這樣 對… 他也只好叫你來吃啦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說好吃的話 在台灣的這個主人就覺得非常好 很開心 再給你吃 再給你吃 對 對 我看節目剛剛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那個拍完了 已經不用吃了 對 可是那個店家說好不好吃啊 喔 好吃喔 再給你 不要客氣啊 再一刀一刀 再一刀一刀 開始從耳朵跑出來 我講好多 哇 我講得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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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的那個感覺 其實呢這個 這個齒膜技師喔 這個做牙模型對不對 所以你認識你太太其實 也是工作上認識的 對…同一行的 對 你們是同一行的 對 上次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只有我們是員工 還沒有別的助理 所以我們就少助理 然後第一次來的就是我太太這樣子 真的 對…所以我認識已經二十 我就是我來台灣二十四年多嘛 所以差不多 已經人生的一半是我跟她在… 一半就是… 對…在台灣了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你看到你太太的時候 就打消了要去國外的想法了嗎 那時候還沒有…還沒有想 還沒有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還不懂台灣還有很多東西都不懂 只有好幾星而已那時候 對…然後一直想 這邊的工作時間是三年 那三年後去哪裡呢 我要去哪裡呢 加拿大還是在英國這樣 對… 然後就第二年第三年 我想不用回去沒關係啦 不用回去沒關係 然後馬街也說 你表現得很好 在…還沒到三年 三年你再續約兩年 這樣 那每一年都是兩年了 還沒到兩年就一年 每一年就兩年了 後來是 就累積很多 十多年了 十多年對不對 所以到馬街去看牙齒 都會看到賴喪先生對不對 以前 現在你是個人的工作室對不對 那老婆也是在做 對 一起做 一起做 對 這樣子 聰明啊你 我可以學很多東西 你知道嗎